全体居民评选出 我终于戴上了胳膊咕 我是卫生监督员 谁乱到垃圾我让他哭 今天第一天上岗 哎呀 公司放大假 年假没事 干点有意义的事 其实啊 这两天我老陪我女儿了 我女儿啊 学各种班 我自从带她我才知道 现在孩子可不容易了 各种学习班 哎呀 这孩子没怎么学会 妈家长全会了 其中有一课 我印象特别深刻 想听吗 我给你讲讲 说啥吧 世界万物都有爱 你怎么对他 他就怎么对你 你比如说你在家里 不小心 啪啦 踢着桌子了 你咋办 你平心静气的 对他说声对不起 他没回答你 但是你的心灵 得到了一次洗涤 然后你就平静了 你慢慢的越来越平静 你知道吧 你平静了以后 然后 你 你干啥呢 爸 发现了他的特点 一踢他 盖就盖上了 要不然叫之前那样 用手先多脏啊 想他说声对不起 我干嘛要上垃圾桶 说对不起啊 你踢他了 踢他也不疼啊 你呀你呀 哦 你踢一脚 我踢一脚 他踢一脚 那这垃圾桶就坏了 垃圾就流出来了 那个味道满天飞 啊 咱们小区怎么过 另外 我有孤 我是监督员 我这老脸往哪儿割啊 我又不是故意 你快点 给你道歉 我不想跟他道歉 世界万物皆有爱 是吧 你对他平心静气 说一声 对不起 没关系 我 对不起 好 我替你叫 骄傲 行吧 我转着垃圾去了啊 好 怎么样 这就是素质教育 对不起 非常简单 你一说出来 然后 你的心里 就平静了 对不对 回来 扔到垃圾桶里 不行 小医夫爷爷 我挺不住了 对不起 快说 你帮我扔一下 不是啦 你说声道歉 我回来 我再再道啊 你要不要指 哎呀 你闹记忙话的 好玩 哎 啊 那个 木哥 你看见前奔奔没 没看见的 没看见的 哎 我帮你找他 没事没事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找 我自己找 你回来 啥呀 垃圾就往这扔啊 不往这扔 扔你家去啊 什么扔我家去 扔到垃圾桶里 关你啥事啊 你干啥的 不 哎 卫生监督员 不 看见没有 哎 不 哎 占我便宜啊 不是 你说那盖都盖上了 我咋扔 多脏 你掀开往里放啊 咋掀 好嘞 回来 哎呀 干啥 我给你掀开的 另外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你这人事真多 你这一会儿垃圾老头 不就来收了吗 什么 垃圾老头 啊 你什么素质啊 什么呀 那叫保洁员 垃圾老头呢 人家 洗澡谈黑 风雨无阻 人家打扮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 你 你对得起人家吗 不就 来来来来 素质教育 先说声对不起吧 哎呀 不注意 倒是垃圾嘛 你这 自己来 放进去 你怎么能把垃圾弄这儿啊 对呀 垃圾 你还卫生监督员呢 乱扔垃圾 你快 你跟我道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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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歉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爸 你可别狡辩了 你道歉就这么难 谁道歉 你道歉 一开始 我去误多了 等了 你过来 你别走啊 刚才你的垃圾扔到哪去了 对呀 这不是你的 我垃圾呢 你垃圾没有扔到桶里 我帮你扔进去的 扔完了啊 那我走了啊 你别走啊 道歉 素质教育 来 到啥去呢 凡人不多 咕 谁咕啊他 人家有咕 啥意思啊 道歉 快点的 不小姨父爷爷咱是 咱是亲亲 道啥歉呢 扯着没用干啥呀 老师二有咕了 我六亲不热 快点的 道歉 行行行行 道道道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